莫大拉 莫大拉 女子手中的药膏罐是莫大拉的玛利亚的象征 但这似乎是一幅画身为圣人的女子肖像 画中人物的发型和是有珍珠和辫子的独特项链可与16世纪早期的奖章联系起来 特别是与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收藏的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的匿名肖像联系起来 虽然两幅画中的人物不同 但她们的手势和发型相似 这表明这幅画可能代表的是伊莎贝拉女王时期西班牙宫廷中的一位人物 人们曾试图确定画中人物的身份 但未获成功 画作背面的19世纪标签将她标为玛丽都夺 其他建议包括安儒的玛丽 奥地利的埃利诺以及后者的妹妹凯瑟琳 从药膏罐下可见的一本书的边缘可以看出 该女子最初并不是座位莫大拉的形象出现的 除了精致的项链 女主人还佩戴着其他首饰胸针 头饰 手镯和戒指 镶嵌珍珠 红宝石和蓝宝石的胸针将她的紧段袖子紧紧扣在一起 她的手腕上戴着香油头圆形红宝石和微型蓝宝石的金手镯 手指上戴着三个珠宝戒指 她头上戴着一个薄薄的头饰 上面装饰着微型珍珠和红宝石 她的服饰和珠宝的奢华与背景中奢华的绿色花纹为曼香呼应 衬托着她苍白的脸庞 显得光彩照人 沿着她的左脸和下额线隐约可见的一系列平行线最初并不打算显示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脸上的颜料层变得更加透明 露出了艺术家用来表示阴影区域的笔触 虽然这幅画具有尼德兰风格 但很可能是受尼德兰艺术影响的西班牙或葡萄牙艺术家所谓 画板上厚厚的石膏粉底在南欧的绘画中更未常见 都看到这里了 点个关注吧 笔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